昨天 曾经说到 能够虐束自己 这是真正的修行 这个说法 尤其是对于俗俗 因为凡夫 总有习气 这个稀奇是无量皆来 累积点 迷惑 妄想 杂染 熏悉而成的 清净心中确实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障碍了自信 障碍了清净心 如果不是如来出世 为我们讲清楚 说明白 我们决定不会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那么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讲得很多 也讲得很透支 可是我们做佛义子的人 对于佛所说的话 真正能够体会妻儒 实在是不同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都是产生在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就不解如来真实一言 妄想分别之处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了 学佛时间久了 对于这些道理逐渐也明白了 很想放下了 但总是放不下 这些道理逐渐也明白了 关键的就在此地 凡夫的成见 所谓是现实 其实把现实看错了 只看到枝叶 没有看到根本 那哪里是现实呢? 这一片一决定不是那一片一 那一个枝条决定不是这个枝条 如果圆着枝叶 你找到根本了 哪一个枝干不是从根本生的呢? 哪一片叶又不是从枝条发的呢? 聪明人 观察的是全体 迷人 他看的是局部 看局部 不知道全体 所以才有矛盾 才有冲突 如果看到全体 知道原本是一个吗? 随着 可以看到 所以是对我们的往相分别执着 这都能死掉了 又如同 我们看河流 这一条河流 这一条河流决定不是那一条河流 长江决定不是黄河 这也是看局部 那你再仔细仔细去观察 每一个小河 这个水注入大河 大河注入江 江注入大海 再晓得 所有这些水通通流向大海 流到大海之后 再问一问 这个海水 哪一地水是江水 哪一地水是河水 没有了 分不开了 才知道这是一体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 事助众生 如同自己 那个如字就有讲求的 如不是说 跟自己一样 跟自己一样 还是两张事情 这个如怎么讲法呢 如当旧事 旧事 旧事自己 一切众生 旧事自己 这种甚深的佛法 师尊 在一般 是不对粗技术 佛法通常分上根 中根下根 对于中下根的人 佛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他们不能够理解 不但不能理解 会产生 许许多多的疑惑 疑惑又造成他修学的障碍 所以佛这些话 直对上根立志的人谈 他们听了 能够理解 中下人听了之后 他生疑惑 那么你要是问 为什么一个自信 一个真如百姓 会变出这么多众生 好像每个众生 都有他多类的个体 佛在讲经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说 随身众生的直接说 一个人只有一个心 如果你有两个心 那你将来成佛 一个人不是成两尊佛吗 哪有这个道理 可是事实上 像释迦牟尼佛在《凡王经》上说的 千百亿化身 那原本是一个神 一个神怎么能化千百亿化身 这个千百亿化身 是不是各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心 如果不是一个独立的 那还要听他那个本身来指挥 如果各个都是独立活动的 这又怎么够说法 其实 真正的四十真相 非一非多 这是佛在大臣经上常讲的 你要不相信 你可以自己 开念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 梦是我们自行变现出来的 那我们心只有一个 为什么在梦里面会献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无 那么多的思 一醒过来之后 梦就没有了 消失了 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自行 我们在梦中 能够变现种种境界 我们的真如自行 为什么不能变心 是法界一正状言 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觉悟的人 他真正明白 全妄即真 全体的妄想 就像梦中的境界一样 全体的妄想 就是真心 全真即妄 全体的真心 就实现在妄想 之上 所以说真妄不二 性相一如 这是你把四十真相真的看透了 真的看清楚了 真的看明白了 你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你的心底一定是清净 一定是慈悲 然后想的是 利益一切众生 真的是利益自己 损害一切众生 那就是伤害自己 这个利益伤害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绝 说的是谜 利益一切众生 绝了 伤害一切众生 谜了 是大损 人是大一 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伤害 佛将这些大道理 为我们说清楚了 为我们说明白了 然后我们才知道 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什么 真相 大败 而后 我们再看看 眼前的 环境 眼前的受用 昨天我们在讲习当中 说到 死生 大死 生死 小死 微不足道 生死 是讲一个阶段 那是错误的观念 正确的是死生 这是永恒不断 那么世间人提到死 就很恐惧 很可怕 贪生怕死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死是什么呢 死就是转生 密宗里面讲 转世 哪一个人不转世 绝对不是手 密宗这些 活佛 喇嘛 糊涂刻涂 他们是再来人 转世 试问问 哪一个众生 不是再来人 哪一个众生 不是转世 统统是转世 统统是再来的 这是讲的 四十真相 所以你死了之后 你到什么地方去转世 那么佛给我们说 你死了之后 可以转生 有十个地方 十法界 这是六说的 细说呢 无量无边的法界 所以死之后 你这个无量无边法界 你到哪一个法界去 去转生 去转世 这个事情大了 所以死生自他 我们到哪里去转世 如果这一生 修极的功德殊胜 你转世 就是说 你来世的生活环境 一定比这一生好 你会过得更辛苦 殊胜多多 你有福报 如果你造作是一些罪意 你去转世 那个环境 一定还不如 你现在的生活环境 你会过得更辛苦 对于到哪一道去 去收生 到哪一道去 转世 这个决定在自己 在自己的念头 空腹自俗说的 我以内聚 人以群分 他也说明这个道理 无量无边的法界 你跟哪一个法界相应 我们言语里面讲 你跟哪一个法界 情意相同 你就入那个法界去了 你们志趣相同 你看喜欢念佛的人 都到念佛堂去了 大家对这个有同好 喜欢赌博的人 都到赌场去了 喜欢跳舞的人 到五天去了 这就好比 你去收生 你去转世 你往哪里转 往你喜欢转的地方去转 每一个人的 喜乐不相同 那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世界 确实 是有一部分人 喜欢财富 喜欢财色名诗碎 喜欢这些东西 那么这是佛法讲的 贪爱 贪爱的心中 就到魔鬼道去了 为什么呢 鬼里面 各个都是贪心 基尼跟他相应 自自然然跟他就相合了 你转到那一道去 基督承惠心中的 这个与地狱 相应 与耻 没有能力 并别是非 邪正 善悟 甚至 厉害 都搞颠倒了 这种人 也比比介事 他与厨身 到相应 懂得做人的道理 熟住做人的基本德行 他不是人生 莱森还会到人道 来转世 如果道德理念高的 他就到天道去转世 懂得念佛的道理 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转世 这是第一书生 转世里面 那是无与伦比的 祝佛祝三胆 可是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为什么那么多人 死了以后转到卧道 不学佛的人转到卧道 这没话说 学佛的人也转到卧道 什么原因 明知故犯 不能够克服自己 事出世间圣人 都教给我们真正做功夫 要克及 克是克服 克服自己的妄想 克服自己的卧习气 克服自己的烦恼 这就是李莫元 所谓的虐待自己 克服在初学的人说 是个虐待自己的下 我们讲克及 大家这个概念不深 想虐待自己 大家觉得这个理解比较深刻一点 那么佛在经上 教给我们 不是我们做的 不杀身 我们要做到 要克服自己 那个杀身的意念 杀身的行为 克服自己 偷盗的意念 偷盗的行为 克服自己 妄语的意念 妄语的行为 这个就是讲 与我说自己 一般世间人说 这是虐待自己 其实 这是真正成就自己 对于自己的悟念 悟行 悟业 要虐待 对于自己的善念 善行 善业 要免疫 真正去做 断卧修善 天天断卧修善 年年断卧修善 这就是急功累得 那么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再转世 我们再来 那在这个施法界里面 我们越转 层次越高 越来越殊胜 越来越美满 这是佛教导我们 明的这个道理 就没有生死了 这就是 两生死 出三界 这个话 意思 是这个 这么顺 今天时间到了 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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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